说到寿命最长的综艺节目,大家都能想到什么?估计是每周一期的快乐大本营,而除了快本之外,就是奔跑吧? 这一个综艺节目已经成功播出到第九季,目前已经在筹备第十季 其实整个节目都是照搬韩国的同名节目,当时被纸抄袭以后,才更改的名字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也占据了很多人的青春时光 在第一季的时候,个人就曾经为杨颖的颜值倾倒 但是没想到这个节目居然能够这么有毅力,办了这么久还没有垮台 最近的第十季,网上也曝出了一些常住嘉宾的名单 在名单当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也有非常陌生的面孔 熟悉节目的人都知道,杨颖真的是这个综艺的元老 除此之外还有李晨和沙逸,也都是比较熟悉的面孔 当然,还有之前新加入的面孔,像宋雨琪,林一等等 当然还有之前的白露和蔡徐坤也都在列 白露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搞笑的姑娘,从她参加综艺的表现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 而且个人觉得白露比杨颖更加接地气 而蔡徐坤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选手,虽然只是一个歌手,但蔡徐坤的综艺感也挺强的 不知道在新的一季当中,能够和各位兄弟姐妹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除此之外,肯定有网友还在想着以前的三大主角 毫无疑问,邓超、陆寒、陈鹤都不会再出现在兄弟团当中 或许现在还有网友为这三位惋惜,但其实这三位已经在别的综艺当中展露头角 五哈也是一个非常搞笑的综艺节目,里面的三大主角正是上述的几位 并且还有扩大之势,就像徐志胜那一期,简直笑翻了 当然,两个综艺节目都是不同的,相信大家也都能看得出来 萝卜咸菜各有所爱,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所有人的喜好 大家可以挑着看,而且综艺节目就是要有笑点才好,需要综艺感强的明星 有很多人说这一季有可能是最后的一季,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最终季 不过,个人觉得梧桐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摇钱术的 其实除了奔跑吧,还有青春环游季也相当不错 既来之则安之,如果这一次的嘉宾是真的,大家希望第十季的嘉宾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欢迎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